女同事外婆病了 她回来看护 没几天外婆就好了 大家夸她看护的好 问老人她怎么看护的呢 老人长她一口气 我再不起来 就怕她会饿死 今天本来是可以睡个懒觉 结果快递打电话来 哈罗 有你一个快递 下楼拿下 我 我现在不在家 你过两钟头送来行吗 快递 我们小哥都知道 你这声音明明是睡懒觉不响起 在星巴克喝咖啡 一个美女过来问我 帅哥 在意合个影吗 我深深地笑了笑 当然不介意 然后 美女拿起我的咖啡杯 自拍了几张相片 走了 带了瓶声发水过进地铁 安检姐姐非要让我喝一口 我解释好久说 世生发水不能喝 安检姐姐看了我发迹线 一眼就让我过去了 小姨子离异后赖我家不走 岳母悄悄和我说 要不你都看护着点 我们可以给你付生活费 她离不开姐姐 我还没想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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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